Bill Tech,你幫一下他 他問2018歲星 他說他持貨多時,平均價35元 他說是否要死心 他說他不明白他的業務有甚麼問題 他本身是很謹慎的人 不是亂買科技股的人 有些人對Tech是特別鍾情的 Bill就說他不是這類人 他說他覺得這隻股份有實業 為甚麼都會有這樣的下場 你解一下為甚麼會跌得那麼厲害 第二就是如果他平均價35元 其實現在應該怎樣做 你沒甚麼可以做 你說真的,你不會算是購貨 我一定不會預承你購貨 飲痛止蝕呢 第二,這個最後總結才說 你35元買瑞星科技 真的不是差很久 其實想想一年都沒有 不算長線 你只不過無視了市場的風險因素 你看回瑞星,我們不用說到 之前被孤空機構追擊100元 那些時候開始說 那些我們說到落堂都還沒說完 是 但是你說過去這一年發生了甚麼 瑞星你見到在去年 五、六、七、八月的時間 炒到上去五十多元 當時高盛有些大行都唱好 覺得他的光學鏡頭 那些新的,好像WLG的光學鏡頭 新的技術獨特 有些良點 炒了上去 最後散發下來 這些就是一些典型 炒了,OK的又怎會全部下來了 那些大行純粹是一廂情願的看好 然後去到夏年開始 你見到股價開始沉底了 橫行了四十元很久的時間 然後穿了位 發生甚麼事 那時候就是一些供應鏡問題 就是說疫情 很多手機鏡頭上面 很多半導體的短缺 不同行業都有些短缺狀況 出來了 但不是瑞星科技的貨又缺 所以對於一個情況 就是一些公司 譬如做手機裝陷的 我缺不是缺鏡頭 我缺其他零部件 變相你不要那麼多鏡頭 所以那個出貨量 整體形成整個行業 不是只是瑞星的 上月光學都不好得去哪裡 跌得很殘 你這三十五元的時間 純粹是貪殘 即是貪它的股價殘 你走去買的 但其實如果你看這一刻 瑞星 我們跌了半成 你有實業 但問題是實業是不斷倒退 剛剛說的 過一年市場的焦點 是放在光學鏡頭上面的 你看看第一季業績 它最新光學鏡頭的模擬率 去到多少 是跌二十幾個百分點 是由三十個百分點 跌二十幾個百分點 去到一個單位數字 這些代表著什麼 公司 就去到要錢不要貨的階段 因為如果你不平價 去賣那些產品上面 連持在的錢都沒有 簡單的公司 都在選擇止洩的情況下 你不止洩 那就會有個問題 現在去到這一刻 你說應不應該走了 我們看瑞星 是的 只剩下十二十三倍PE 但這個是未算 它有個盈利大倒退的 的情況出來 當它盈利真的有個大倒退的情況下 預測試盈率 都還是說二十幾三十倍PE 甚至是沒有錢賺 所以 這些位置短線要翻上二十元 都不容易 我覺得你做好風險管理 這一刻我給個建議就是 不要想有實業 所以沒事 現在實業你要看多點業績 面對瑞星現在最新經營的狀況 是困難的 但可能有某程度上 就是說因為供應鏈的問題 疫情好一點 可能有機會有點轉機 你35元 渣渣 回家鄉 我不敢說完全沒有可能 但是如果再穿52周低位 繼續捱下去 沒有意思 所以我覺得 經常都說 股票市場不是在哪裏下跌 不是在哪裏上升 還有你不要 當你特別穿了位 在低位賣部分的時候 你要做多很多功課 當你不做得多功課的時候 你就會出現狀況 像你這樣 三十多元 想著已經夠殘了 但其實你是無事 剛剛說的那些風險因素 不是馬後炮的 是過去一段時間不斷地反映出來 只不過就去到這一刻 剛剛說過一年的風險因素 一次的隊員反映出來 所以這一刻你走又不是 不走又不是 我覺得就 以那些52周低位 來做一個自施位 穿了 走過去算了 在其他地方買其他東西 找一些倍星股 只要你用時間撐東西 不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要做多些功課 所以你今次35元買稅升 我覺得 你可以視為吸取一個狡訓 不是所有殘的東西 你去搏就等於一定是沒有市價 相反來說 未來一旦反彈上35元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還要尷尬 那時候你不知道走不走好 但是如果沒有一些特別新的 利好因素出來的時候 它要上回20元 上到是那麼容易 所以你暫時來說 可以做多些功課 這輪跌浪上面 以吸取教訓為主 不要無視市場的風險因素 而現階段給一個最新的策略 就是說分 以那些52周低位左右 或者你給少許不化位 作為一個支洩位 低位差不多接近15元這些水平 就是還有1成左右 簡單一點 在你的角度上就是跌了那麼多 也不只差1成而已 但是你說20點報仇 就一定不會購貨 甚至說行業會不會第二季更差 機會甚大 所以穿了15元就離開了 那現水平你也覺得 叫它先等一等 沒有東西可以做 主要是個問題 沒有東西可以做 如果你有些股份 來今後有些股份可以配勝 購買那些股份 可能繼續持有稅升是更加高 所以就算你只虧 其實走去換馬部署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你突然間要在這個時刻 突然在市房開始足低的時候就想配勝股 我又覺得有少少太過樂觀 我亦都幫你不到 所以你問我如果你有些其他投資想法 那你不是無限金錢的 那你又要做一些匯貨部署 把瑞星換走是可以的 但是當你下次做投資的時候 你要想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那我覺得瑞星 所以這些個案就是 你只能夠用一些吸取教訓的角度去看 是的 就是剛才你說15元那個 就是52週低位的水平 如果他真的想虧少一點 反彈到什麼水平 是一個比較安心可以止蝕離窗的 不安心你無論如何都不舒服的 你甚至有些浪漫 老實說那句 所以我們覺得在這些案子 無奈的投資者有事 在這些案子上就是 你看看你選不選擇 在股票市場做多些功課 是 就是你當時你說轉去穩陣 何謂穩陣 在股票市場永遠都是說一些大型指數 叫做最穩陣 因為他做了分散投資 假設你這些位置去買恆指 買萬點 怎麼報仇 難道網四萬點 所以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做任何部署上面 你都很難將你的損失罪犯殺出力 唯有就繼續拿著這些股份 求神拜佛公司 希望做好一點生勝一點的意思 但是真的很被動 你想想整件事 我們都不可能突然覺得 公司有機會做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 都搜到這一刻了 搜到這一刻 至於藍醜能否入 都沒什麼所謂 有時候有些股份 被藍醜能否剔走之後 有機會轉世 真的很諷刺 有時候這麼說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 看完15元這些位置 搜不搜到 是